马哈迪扁平特朗普,得到中国谅解后的回报。 8月24日,据海外网官方投条号消息称,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刚刚离开中国,就在接受泰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。 不赞成美国在南海不时挑衅中国的做法。 另外,马哈迪尔认为,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成功连任。赞助商链接。 马哈迪尔这话,无异于给特朗普泼了盆冷水,也让想看中马笑话的人彻底没戏了。 要知道,在马来西亚刚刚结束的总理竞选中。 马哈迪尔曾对中国的南海政策指手画脚,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中马关系将因南海问题生变。 现在看来,那不过是政客的选举语言罢了。 事实上,美国挑衅中国由来已久,这源于美国恶华若华的战略思维。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,在南海、台海等问题上全方位挑衅中国。 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威胁。 通过访问中国,与中方交换一件看法,让马哈迪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挑衅的危险性。 美国打入背护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搞事,绝不是要为其他国家获中取力,而是要及此挑起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立。 让自己娱力。 中国从来没有干扰过南海的自由航行,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提供大击海盗,渔民救助等其他国家无法承担的公共服务。 赞助商链接。 作为一名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资深政治家。 相信马哈迪尔的中国之行既感受到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的诚意。 也感受到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,更看到了当今中国具备的强大实力。 任由美国在南海地区挑衅中国,将把所有国家都卷入到与中国的危险对抗中。 从马哈迪尔的言论中,也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有多么不得人心。 特朗普上台后,提出了美国优先政策。 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口号,为了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,他满世界挥舞大棒搜刮金银财宝,采取零和博弈的强盗做法为美国人谋福利。 譬如,他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,哪怕是卢安达这种最不发达的国家也不放过,还美其名曰公平贸易,结果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。 美国商界和制造业更是较苦连天,指责他不该拔起贸易战,不该滥用关税特权。 赞助商链接。 再比如,他还实施零容忍移民政策,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,实施种族分离制度,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,骨肉分离,搞得自己人都看不过去了。 城前上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,强烈抗议他的种族歧视政策。 正是他的独断专行,招令西改,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可预测的美国有多危险,相信马哈迪尔不会看不到。 是把自己与一个仕途搞乱世界,自私自利的国家绑在一起。 还是把自己与一个实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大国连在一起,他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